综合彭博社路透社三日报道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同意9月将小幅增产 增产量为每天10万桶石油 路透社称 在这种情况下 油价三日上涨 抵消了早些时候的跌幅 这粉碎了美国对有实质性意义增产的希望 彭博社称 欧佩克家高层在一次非公开线上会议中 批准了上述增产提议 这为紧张的市场提供额外的供应 但增幅远低于最近几个月 该组织曾承诺在7月和8月 每天增加60万桶产量 路透社报道称 虽然美国已经要求该组织提高产量 但由于剩余产能有限 以及沙特阿拉伯可能不愿意 以损害欧佩克家成员国 俄罗斯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产量 所以导致了这种情况 报道提及 俄罗斯正在因乌克兰冲突而受到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中旬 结束了他的中东行 不过 多家外媒对拜登此行的成果持负面看法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日称 拜登没能从沙特获得增加石油产量的具体承诺 以缓解通胀 也没有在缓解巴以冲突问题上 取得一点进展 他返回华盛顿时 没有任何可以向国内民众展示的成果 路透社则称 拜登几乎是空手离开中东 这种情况 对我来说 我们就要看完